每个人都觉得我已经老了 所以经历没有那么好了 但是其实要知道是不是正常的老化 最正确的方法是做认知的测试 认知的测试全都是子还有笔的测试 大概一个小时到几个小时的也有 利用包括是会测试你脑部所有不同的功能 比如说我们会读你一个故事 短的故事然后叫你背出来 然后再过一段时间再叫你背出来 去测试你的致意力 也可能是给你图片 然后叫你命名这个图片叫什么 测试你的语言能力 然后也可以是读你数字 然后叫你背出来 立即的背出来去看你的执重力 所以不同的测试 去测试你脑部不同的功能 然后我们也会把你的分数和你同年龄 还有同学你的病的正常的人去比较 看看你的表现是不是在正常的范围里面 去判断你现在是正常的老化呢 还是阿茨海默症有关 MR是叫你脑部的结构 看看你脑部的细胞有没有维俗 已经有这个病了的时候 他们才可以知道 但是如果认知测试呢 我们可以提早去发掘 这个病人的分数 是不是告诉我们过几年以后 他们有可能有这个病 可以提早去预防 然后验试的话呢 是不太准确 原因是因为 基因不能解释所有人的状况 有很多人都不知道 这些认知测试在哪里去做 一个方法是去问他们的家庭医生 看看哪一个他们在哪里可以去做 他们也可以来我们Monsina医院 因为现在我们在医院里面 有一个研究的商务是给中国人去做的 如果他们有行为的基因问题 如果他们也是65岁或者是以上 然后他们可以说广东话 或者是普通话的话 他们可以来这里 我们可以帮他们做一个免费的检查 然后看看他们现在的基因问题 是不是正常的老化呢 还是已经有阿兹海默失诊 你好 今天欢迎你来我们这里做一个测试 今天我们做的所有的测试都是紫还有笔的测试 大概需要一到两个小时左右 然后测试里面内容呢 有一些问题可能你觉得是很容易的 但是不是因为我们觉得你不能回答我们才问你 而是因为我们需要问所有人同一样的问题 另外呢有一部分的问题你会觉得特别的难 但是呢他们对所有人来说都是困难的 原因是因为我们想知道你现在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 来帮我们去判断你现在老婆的功能在哪里 你还有什么问题吗 没有 好的小鱼可以开启了 下面我会给你读一个小的故事 大概有三四行 在我读完以后请您告诉我你记得的所有的内容 按照我说的字和句子来复述给我 如果你不记得原来的词和句子也可以用你自己的话讲给我听 请您复述一下我刚才说的故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